我们换一个让人愉悦的话题吧 电视剧《狼牙榜》您追完了吗 那《伪装者》呢 您看了吗 最近一些国产电视剧表现不俗 不但在国内收获了良好的口碑 甚至在海外也吸引了大批粉丝 今年国庆前夕 一部名为《狼牙榜》的古装电视剧 在国内电视台播出 该剧根据同名网络小说改编 以平反冤案扶持明军 振兴山河为主线 讲述了吉林财死梅长苏 智博坚定 为昭雪多年冤案所进行的一系列斗争 表现了刚正男儿的家国情怀 《狼牙榜》大阶级 仅在一天就创下了高达 3亿3000万次的网上剪辑 和1.085%的电视台收视率 在中国50个主要城市收视排名第一位 海外电视机构也争先购买 《狼牙榜》的播出权 目前该剧已先后在北美 韩国等地作底播出 东南亚和非洲国家的订单 也分支塌来 电视剧《狼牙榜》 由孔生、李雪共同指导 福哥、王凯等演艺界明星 担任主要演员 《狼牙榜》之所以能在国内外 获得良好的口碑 主要得益于这部电视剧精良的制作 该剧除了镜头与服装道具 十分考究外 即使在演员们的细节动作上 都下了很大的功夫 李一老师进组之后 会给我们每一个演员 就是根据我们的角色 来策划相应的一些礼仪 我们每个人都会去 去李一老师的房间 他一个一个地去教我们 我就觉得这个团队 就跟这部戏底的一些人一样 它是充满了正气的正能量的 近年来 以《狼牙榜》为代表的中国电视剧 《走出去步伐》显著加快 正称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的 一个重要缩影 《媳妇的美好时代》 风靡非洲 《甄嬛传》 《进军欧美》 而《步步惊心》 《白鸣王》等 则在日韩受到追捧 中国的文化走出去 这是我们大家都特别 期望的一个事情 通过类似于全世界的电视节 把这个戏带到世界各地 交互相 approaches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